在宜蘭的南方澳有一位大女孩叫做冰淇淋 从小不但喜欢洋娃娃 更喜欢自己创作布娃娃 她的娃娃有一个独特的名称叫做布冰娃 她说布冰的意思就是能够带给大家温暖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认识冰淇淋的布冰娃 大家好 我是冰淇淋 大家好 我是台客歪歪 欢迎来到冰淇淋布冰娃娃的世界 在这里有很多很多的同伴 欢迎光临 快来快来 来要来喔 来喔 冰淇淋是我的名 布冰是因为我希望布冰是能带给人家温暖的 生活周遭有许多事情值得感动 值得留下记录 冰淇淋的布娃娃 鼻子大大的就是希望让她用力地呼吸 让人体会 活着是很美好的 圆圆的脸 大大的鼻子 开心的笑容 充满表情的眼睛 布冰娃娃出生的目的 就是要把温暖带给大家 因为我喜欢冰淇淋布 所以我就信你 所以我叫冰淇淋 然后布冰是因为我希望 我要可以带给人家温暖 布冰娃娃的创作者冰淇淋 出生在台湾人口最密集的南方澳渔港 爸爸是海上男儿渔夫 自己也是从苏澳海市学校食品加工科毕业 白天在龙德造船厂担任总机 为的是支持手做娃娃的永久置业 小时候四年级就开始去买材料包 然后跟大姐姐去问说 怎么做… 然后我不会骑脚踏车 我还走路走到好远的地方 就是为了… 为了要去买手工材料 然后大量的做娃娃就是变成说 因为我发现说 我做娃娃可以交到好多朋友 不一定只有说 你卖娃娃你赚到钱 事实上我得到的是不一样的东西 你就看这个朋友 所以这个包括头发的缝法 都是你自己研发出来的方式 其实我有认识一个很好的 做娃娃的朋友 他自己有去学 他花了十几万学做娃娃 可是他都那个 请郎相受 我只要问他什么他都会教我 娃娃的话是 像这种头发的方式就是 我自己乱想的 反正不会掉下来就好了 就算掉下来再跟回去就好了 就是乱做嘛 自学创作娃娃的冰淇淋 用着这一部精打细算 从网路标购而来的多功能裁缝机 熟练的替小娃娃才制可爱的衣服 一针一线细细的织就出 无数个充满了生命力的娃娃 其实我最原先是喜欢美国的 叫安云安吉的娃娃 她们就是红色的皮质 然后红色的头发 所以我有一生 之前刚学习做娃娃的时候 就是像 就是长得像那个样子 然后自己后来发现说 娃娃不一定只是 长得一样就可以 又可以让她做不一样的事情 然后我就可能做黑社会老大 然后那个死神里面的集结 然后流氓 然后干嘛的 然后穿那个爆纹的衣服 就是乱做 反正大家看了开心就好了 不拘小杰 跟我的个性一样 就是什么都搭搭的 他们是那个啊 就是我以前先做这一只花架 就是我要让它架出去嘛 那就像苗熊公主 然后后来想说 我好可怜哦 都没有老公 然后就帮她做一只老公出来 做娃娃 她来交朋友冰淇淋的布冰娃 经常出现在许多县内的大型 创意艺文活动会场 布冰娃独特可爱的模样 会吸引许多同好上门 虽然每个人 对于美丽与可爱的定义不同 但是对于冰淇淋来说 都是最好的建议 独特的品味 我要大家一看到 我就知道这是我的 对 它有独创性 没有人会重复它 只是它 就是市场的需求 可能没有办法 就很像皮卡索以前也是这样 因为全部都是手工制作 每一个娃娃都是独一无二 也耗费了许多的时间细细琢磨 像画面上看到的这位 冷艳动人的红心皇后 就用了许多时间 慢慢地郁郁而生 因为我想要做出 红心皇后的那个爱心 然后我是用碎布 一个一个天 红红红的把它红起来一个头 这个红心皇后做多久 就真的一个礼拜 无法塑成 无法大量生产 导致不冰娃的价格也无法便宜 在冰淇淋不积极的销售态度下 想要靠做娃娃为生 很困难 冰淇淋的阿嬷就曾经问过她 赚不了钱还做那么多干什么 我真的是要用我的正念 去支撑我的服务 我没有办法说 我要放弃 好像在买不出力 干嘛做多 可是其实我那时候有点 好像有点伤心 然后后来想想 我觉得不对啊 我跟我阿嬷说 我是做开心的 还好因为白天还有正常的工作 冰淇淋的家人 并不反对她继续做娃娃 而未来即将吸手走过一辈子的亲密男友 对于她的努力与兴趣 则是全力的支持 要一起朝着梦想来前进 我觉得扑娃娃对我们就是 证明说我们都有在向我们的目标 梦想一直在努力去做的一个证明 不同的目标就是买一个小屋 然后开一个娃娃咖啡屋 目标可能很远 对啊 可是还是有在向这个目标迈进 排满了一整片墙的布冰娃娃 有的表情甜蜜 有的带点恶作巨四的俏皮 这些都是冰淇淋的首创宝贝 舍不得割舍 却希望透过可爱的布冰娃 把温暖带给更多喜欢她们的人 就算真的赚不了大钱 总是带着笑容的冰淇淋说 她还是会继续的创作下去 永远永远地打造布冰娃娃的温暖城堡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